林彪飞机 副驾驶揭秘 摔死结局被人设定 1971年9月13日 中共党章确定的前中共党魁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 击毁人亡在蒙古的温度尔汉 对于林彪之死 至今突朔迷离 有媒体披露 林彪摔死结局早定 因为当时在场的副驾驶们就已经下结论 这架飞机完了 上去就下不来了 《中老年时报》曾发表署名为宇学文的文章讲述警卫所知道的林彪出逃前后 宇学文称 他是1965年11月入伍 被分配到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卫生队 1967年4月 调入时任中共军委副主席 国防部长林彪的警卫部队 二大队六中队 1968年5月 被任命为六中队一分队队长 是林彪的随卫警卫员 1969年春 他除了跟随做警卫工作外 还是林办主任叶群的游泳教练 并负责他的游泳安全 文中说 1970年9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结束后 林彪和叶群于9月17日早晨离开庐山 直接回到了北戴河96号楼 一年多来 林 叶绝大部分时间住在这里 林的性格是寡言少语 身居简出 整天把自己锁在屋里 极少有人见到他 1971年9月 林彪和叶群出逃前几天 林 叶突然把儿子林立国 辱名老虎 女儿林立衡 辱名豆豆 及林立衡的未婚夫张兴林 军人等一起照到了北戴河 这类事情以前是从未有过的 9月13日上午 在巴金341部队第二大队队部里 林立衡先后向江大队长和张红副团长报告了紧急情况 他说 从我偷听和观察到的情况看 老虎和主任要把首长带走 他们可能要逃跑 今天下午 林立国已经从北京带回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 现在停在山海关机场 林立衡要求江大队长把他藏起来 并进行严格保密 绝不能让叶群他们知道他来过这里 江大队长立即打电话向北京做了报告 接到北京指示后 立即召开了有关人员紧急会议 一方面布置隐藏林立衡 一方面命令警卫队进入战备状态 大约半个多小时 警卫人员看到林彪 叶群 林立国和林彪的秘书 警卫队长李文普上了汽车 随后 司机杨正刚开车 汽车风驰电车板消失 当警卫队追到山海关机场时 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刚刚起飞 此时 大约是0.30分左右 进入机场以后得知 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是航空兵某市的副政委潘景吟 由于飞机起飞十分仓促 由魏家 副驾驶员和报务员也未来的集上飞机 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 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 原来说飞往广州 现在是向北面方向飞去 到底飞往何处就不清楚了 当时在场的副驾驶们就下结论说 这架飞机完了 上去就下不来了 他们的依据是 第一 三叉戟降落时必须正副驾驶员一起操作 正驾驶操纵整个机体 副驾驶放下脚架 以保证飞机降落时机体的平衡 才能确保飞机安全 但现在只有正驾驶 飞机降落时无法放下脚架 着地时无法保证机身的左右平衡 不是损坏机身 就是引起油箱着火 飞机爆炸 第二 如果飞机出了国境 因为没有报员 不能与他国机场联系 非被人家当敌机 击落不可 13日凌晨2时左右 林彪他们乘坐的256号三叉戟 于在蒙古国肯特省贝尔赫县境内坠毁 机上9人全部遇难 林彪死后 中共当局给林彪定下策划政变 谋害领袖等十恶不赦的罪名 一笔抹杀林彪出生入死 为中共打江山的头号战功 并株连亲友部署黄永胜 吴法宪 李作鹏 邱惠作 这四位军队大员不但顿时失去了军权 而且全部受监 一些学者的认为 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个大冤案 没有材料证明 林彪本人参与过571工程纪要的制定 和谋杀毛泽东的计划 黄乌李秋对此更是不知情不相干 是一位毛药整林 林才被迫出逃的 而且 就连林彪是不是真的要逃往苏联 也是没有得到证明的 三叉戟上的黑匣子至今下落不明 有一说是让苏联人拿走了 又有一说已经归还给中国 但黑匣子上面的录音一直没有公布